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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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回向 跟一般法门的回向不一样 一般法门回向 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回向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是宠恩 有些同修就问了 师父啊 我也没有功德 我怎么回向呢 所以一般法门呢 你要有功德 你回向才有效果 那有功德 那不简单 我们看看 达摩祖师 跟梁武帝的一段对话 你看梁武帝 建寺院 几百座 供养出家人 几十万 甚至自己也出家 那遇到达摩祖师呢 问达摩祖师 他有多少功德 达摩祖师是不顺人情 说实话 就告他并没有功德 那同修们 我们这个公案故事 大家都知道 那我们想想 我们有没有功德呢 不敢讲 但是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 他就太特别了 这个回向啊 谭卵大师在后面 特意设了八番问答 这个八番问答呢 就会被我们显示出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的回向 不是拿我们自己 修学的功德来回向 这个法门的回向是 阿弥陀佛回向给我们 我们只要接受 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天经菩萨 往生论 谭卵大师在 注解的一开端 就为我们显示 这个法门呢 它是异形道 异形道什么程度呢 所以这个地方 谭卵大师要给我们解释 这个普共诸众生 这个普共诸众生 它就能体现到这个异形 我们一般人认为 什么样的人才能往生呢 可能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 每个人都有他的标准 什么样人能往生呢 首先要做到这个 做到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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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有 他都有一定的标准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看 谭卵大师从这个角度 来给我们设八番问答 我们今天晚上 是 跟大家学习的 第一个阶段的圆满 我们延庆室 陈主席 还有护法义工啊 也是 非常的加持我们 请大家 先来 用餐 今天还有 两位同修 三位同修 还 过生日 我们唱这个生日歌 大家就都过生日了 全年都有了 所以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 今天还是一个喜庆的日子 就是 我的 我们的 我的祖国 中国的国庆日 中国的国庆日 我在新加坡 跟同修们一起学习经典 我感觉这个国庆日很有意义 而且我们是在 我们在宴庆室 也有个庆 庆祝什么呢 庆祝我们 这一生是最后一生做凡夫 你现在看的是绘图假名人 但是你骨子里面是净图假名人 这个都是贪婪大师给我们前面介绍 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八番问答 这个第一个问答呢 昨天跟同修们报告了 因为为了整段的学习呢 我们再把它过一遍 同修们看底下的问答 问答前面有一句 无量寿修多罗章句 我已济诵总说净 这个就是天秦菩萨网声论 卷上济诵 下面看问答 第一个 同修们看上面小课题 八番问答 一 何等众生问答 这个就是接着那个 普共助众生 网声安乐国 这八番问答呀 就把我们的疑虑通通破除 这八番问答呀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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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同修们就会感觉到 我们往生很容易 第一个先看看 何等众生能往生呢 这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看看我们一看 就知道自己能不能往生 一 问曰 天秦菩萨回向张宗言 普共助众生 往生安乐国 辞子 共何等众生呀 谭乱大师就问了 这个问就是替我们问 谭乱大师都知道 替我们问就是替我们消除疑惑 断疑就省心了 什么样的众生能往生呢 我们看谭乱大师的回答 一 答曰 按王舍成所说 无量寿经 你看主师回答呀 他都要有依据 净土法门呢 要依净土山经 这个是无量寿经 佛告阿难 死方横河沙 祝佛如来 皆供称探 无量寿佛 微神功德 不可思议 朋友们看好 这一段话是 阿弥陀佛的 第十七愿的成就 诸有众生 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自心回向 愿生彼国 积德往生 诸不退转 唯处忤逆诽谤正法 这是第几愿 第十八愿 阿弥陀佛成佛 没有成佛呀 成佛了 成佛了这两愿 就成就了 那从这两愿呢 大家往下看 按此而言 以这两愿的经文 来说的话呢 一切外凡夫人 皆得往生 上面一样了 诸有众生 闻其名号 信心欢喜 乃至一念 自心回向 愿生彼国 皆得往生 这是无量寿经 举了阿弥陀佛的第十七愿 第十八愿 下面就举 观无量寿佛经 又如 观无量寿经 有九品往生 下下品生者 这又举一段经文 就是观经里面的下品下生章 或有众生 做不善业 五逆十恶 拒诸不善 如此于人 以恶业故 应堕恶道 经历多结 受苦无穷 如此于人 临命中时 欲善之时 种种安慰 回说妙法 教令念佛 此人苦逼 不狂念佛 善有告言 如若不能念者 应称无量寿佛 如是自信 令生不觉 具足十念 称 拿摩阿弥陀佛 称佛名故 于念念中 除八十一节 生死之罪 命中之时 见金莲花 犹如日轮 筑器人前 如一念请 即得往生 极乐世界 于莲花中 满十二大节 莲花方开 观世音大师之 以大悲音声 为其广说 诸法实相 除灭罪法 文以欢喜 应时激发 菩提之心 是名下品 下生者 这一段经文很重要 我们净土法门里面 很多同修 联友 可能都参加过 祝念 有人要临命中了 我们听说了 有这个缘分 发心去给他 祝念 那么净土法门 这个祝念的 依据呢 就是下品 下生章的 这段经文 所以我们 祝念呢 是有经典一句的 前几天 我去巴弹岛 联系法会的事情 听那边 同修讲 他 给人 祝念不好啊 你一祝念 把别人的罪业 都祝念到自己身上来了 然后法会写牌位 不能写呀 你一写完了 你要负责任的呀 这一下子都不敢 不敢祝念了 那个弥陀学会 他们也有一些 祝念的缘分 那别人这么说呢 因为他们到场 还没有真正了解 一个法门建立的基础 那别人说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就告诉他 我们佛教 做任何事情 一定有经典的依据 一定要有祖师的传承 我们做法会也好 做祝念也好 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有经典做依据 不是随便乱做 那经典 为什么要有祖师传承呢 因为经典 我们怕理解的不正确 所以我们要看 祖师对经典的解释和说明 然后我们才知道 我们对经典理解的 有没有错误 因为到末法时期 你要没有传承 那经谁都能看 也谁都能讲 讲的跟佛的意思 相应不相应呢 那谁知道了 我觉得相应 那你没有传承就不行 所以直截讲经是最困难的 最重要是要有祖师的注解 传承 我们学习起来就安心 一个祖师 我们怕理解错误 你在相关的祖师著作 再看一看 参考一下 对比一下 来确认我们没有理会错误 理得心安 那这一段呢 是下品下生的经文 大家往下看 以此经证 明知下品凡夫 但令不诽谤正法 信佛因缘 皆得往生 这段话呀 跟前面的异行道 他就前后呼应 前面悬议的时候 谭乱大师举龙树菩萨的 皮婆沙论 说菩萨 求阿匹八字 有两种道 一种是难行道 一种是异行道 异行道是什么呢 信佛因缘 这个地方说 但令不诽谤正法 信佛因缘 皆得往生 这本书啊 非常的好 你看到重点的经句 他都有 把这个文字加重 黑体字 但上面那两句 同学们也要看清楚 以此经证 明知下品凡夫 同学们我不知道 大家看了欢喜不欢喜 你要是不欢喜 说明你是上品凡夫 我看了就太欢喜了 为什么呢 我是下品凡夫 你看 原来有我呀 我可以呀 你看我们这个心就不一样 一般人认为呀 你看我遇到很多念佛的同修 他说 法师 你们行 你们能往生 我们不行 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行啊 你看我还有一大家子人 烦恼也多 事情也多 也没有时间念呢 你看你们多好啊 头发一剃光 什么事都没有了 也不用脱家 带口子 什么 他说的好 我们好像很轻松啊 世间人呢 都对我们出家人有误会 因为出了家了 就没什么事了 就一身清闲了 心里面是容易清闲 但是事情 不比在家同修少 在家同修可能六七十岁就退休了 做和尚可不是 要到阿弥陀佛来接走的时候 那还没退休 那要开始大干了 就没有退休 我出家一发现呢 我那时候去想 最值钱的出家人 就是老和尚跟小和尚 小和尚刚出家 干干净净的 哇 大家看了都欢喜 长得小小的 穿个出家衣服 海青 很可爱 老和尚呢 嗯 还有修行 值得尊重 最倒霉的就是中年的这些和尚 什么事都要干 这个 内户外户都要忙 做当家的 做主持的 或者是 这是外向上 实际上呢 都不容易 我们真正深入佛法了 凡夫我想成就 非常困难 那这个地方讲明知下品凡夫 这个是什么呢 下品凡夫 他都不要跟他讲修行 他都没想过修行 你看这个经文里面讲 下品网上的是什么人呢 叫 不识一言以恶业故 应多恶道 这样的人 这样的人呢 越往末法越多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末法时期啊 大多数 不要说没学佛的 就说我们学佛的 都不懂得什么叫善和恶 就是我们的知见呢 太乱 而且知见没有依据 更可怕的是我们很勇敢 什么叫勇敢呢 什么都敢讲 有没有根据都敢讲 我遇到一些同修来问我问题 师傅啊 师傅啊 晚上 可不可以读地藏经啊 晚上可不可以读什么什么经啊 我说可以啊 读经都很好啊 他说不行啊 有人说不行呢 还有同修问我 师傅在家里烧香啊 烧几只啊 是烧一只灵啊 还是烧三只灵啊 还是烧一捆灵啊 那我就跟他讲 学佛要听经啊 要明白这些表法 那他继续问 我说你 你老问我问题啊 他问那个问题 他一开始都有一句话 师傅啊 有人说 师傅啊 有人说 我就跟他讲 有人说就别跟我说 我只解释佛说 不解释人说 现在都是有人说 有人说 我们听了太多 有人说 就糊涂了 到底谁说的 是他说的 还是佛说的 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 你比如说我们修净土 我们就专一净土中的经典 专一净土中的主师 专一净土中的善知识 我们就不乱 他有这个经典 一句主师传承 他是非常有体系的 净土法门 净土三经一论 把我们的生活 都已经规范的 非常清楚 什么样的法 什么样的根基 能成就 这经典里面 说的非常清楚 讲法 假如不讲根基 我们容易被迷惑 这个法很好 但是没有讲 什么根基能得到 我们听得很热闹 最后我们的根基不适应 功德再大 是属他人的钱财 跟我们自己 没有半分文 那这个就是我们 责法要注意 那这个第一个问答 大家看好了 这是下品凡夫 但令不诽谤 正法 信服因缘 皆得往生 那么我们 谈论大师的 一个问答 接着一个问答 就深入去 去把我们内心当中的 疑虑 通通都给打掉 向前同学们 再看第二个问答 我们再深入一层 二 问曰 无量寿经言 愿往生者 皆得往生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观无量寿经言 作忤逆时恶 聚诸不善 亦得往生 此二经 云和慧 这个大家好明白啊 无量寿经里面讲 愿往生 皆得往生 为处忤逆 诽谤正法 造作忤逆罪的 诽谤正法的 除掉了 但是呢 观无量寿经言呢 作忤逆时恶 聚诸不善 亦得往生 那这两部经 说的有点不太一样呢 或者怎么样去 把它会通的意思呢 大家看 谈乱大师的回答 答约 一经 以具 二种 重罪 一者 忤逆 二者 诽谤正法 以此 二种 罪 故 所以 不得往生 一经 但言 作十恶 忤逆 等罪 不言 诽谤正法 以不 谤正法 故 是故 得生 大家明白了吗 这个人造再重的罪 但是他不诽谤正法 能往生 假如他念佛求生净土 可以往生 诽谤正法了 就不行了 那这个问题呢 同学们 这么一讲 大家应该都懂了 我们再往下看 三 问曰 假使一人 具无逆罪 而不诽谤正法 惊许得生 富有一人 但诽谤正法 而无逆诸罪 愿往生者 得生 与否 同学们 你上个问题 要明白了 你会不会 马上就反映 这个问题 假如这个人 都很善良 好事 好人 但是呢 就是诽谤正法 他没有那些 遭过这个 忤逆 等等的 作罪 但是他就是诽谤正法 他能不能往生呢 大家往下看 答案 答曰 但令诽谤正法 虽更无余罪 必不得胜 何以言之 为什么这么讲呢 经言 忤逆 罪人 都阿比 大地狱中 据受 一劫 重罪 诽谤正法 人 都阿比 大地狱中 此劫若尽 复转至 他方 阿比 大地狱中 如是辗转 经百千 阿比 大地狱 佛不济 得出 十劫 以诽谤正法 罪 罪 急重 故 又正法者 即是佛法 此愚痴人 寄生诽谤 安有愿生 佛国土之理 假使 但贪 彼土 安乐 而愿生者 亦如 求飞水之兵 无烟之火 岂有得理 这个答案 是这样的 毁谤正法 的罪 很重 你看 在经上讲 佛就做个比喻 无逆的罪人 都阿比 大地狱 他受这个苦 是一节 重罪 但是 诽谤正法 的 不是一节 佛就说不出来 他什么时候 能出来 他假如在娑婆世界的阿比地狱 那么将来 娑婆世界坏了 他要到他方世界的阿比地狱 继续受苦 所以同修们 可要注意 我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遇到一些好人 人很好 但是他就是 对佛教有看法 对佛法有看法 这个就很麻烦 那后面呢 这个谭端大师说了 此愚痴人 寄生诽谤 安有怨生佛土之理 他为什么不能往生 这个地方就说出来了 诽谤正法的 为什么不能往生呢 他既然诽谤正法 他就不相信有佛 有这个极乐世界 他不相信有呢 他也就不可能 能发心愿意往生 他不愿意往生呢 那他就没有往生之理 那后面又补充一句 假使淡滩 彼土安乐 而怨生者 亦如求非水之冰 同学们 你要块冰 你给我拿一块冰 但是不能有水 你能不能找到这块冰 没有水的冰 求无烟之火 岂有得理 这个地方很多同学 可能会误会 作为同学 我们求成极乐世界 有没有同学 是为了享受去的 假使淡滩 彼土安乐 而怨生者 亦如求非水之冰 无烟之火 岂有得理 我看到这个话 也说我也有点害怕 为什么呢 我求成净土 有一点这个味道 看到这个娑婆世界 太苦了 极乐世界很乐 很安乐 我想去 那这个地方 谈论大师讲 哇 假如为了安乐去的 没有得生之力 那我们就害怕 其实这个话呢 它是连着前面的 真正我们有一些 不明白佛法的人 你告诉他 西方极乐世界 很美好 念佛 求生那个世界 他就接受了 他念佛 就能往生 念佛 不能往生的 一个是不求生净土 念阿弥陀佛 不求生阿弥陀佛的世界 这个就是跟阿弥陀佛作对 阿弥陀佛教我们 念 称念 他这句名号的 目的 不是让我们 在这个世界 有什么大成就 那个不是阿弥陀佛 真正的目的 你说我念佛 为了求开悟 念佛 在这个世界 没烦恼 我念佛 我在这个世界 我发大财 生活怎么怎么样 那个不是阿弥陀佛的 真实本怀 阿弥陀佛的本怀 是让我们超越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呢 他跟极乐世界比 前面的寄送都讲得很清楚 我们这个世界是染污的 虚伪的 轮转的 可破坏的 等等等等 西方极乐世界呢 那个是真正超越 所以佛教我们 称念他的名号 最重要的是 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八方问答 都是 顺着这个回向门来讲 阿弥陀佛法 四四八月 无量累劫的修行 什么目的啊 目的是 回向给我们 希望我们接受 他的 救度 所以阿弥陀佛这个法门呢 他是救度法门 或者说是给予的法门 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 异行道呢 因为这个法门 他不看你修行 佛就是无条件的给你 你接受 凡是能接受的人 他信佛呀 他不会傍佛呀 他不会跟佛对抗 念佛只要不跟佛对抗 偷通都能忘胜 念佛是顺佛愿来念佛呀 你看我们在净土法门里面 能看到有畜生道的众生 念佛往生 那同学们 你想想 畜生道他有发菩提心吗 你问那个大公鸡 你有信愿吗 大公鸡也会点头 他点头不是 听懂你说什么话了 他点头是底下有大米 底下有小米 他吃小米 那他畜生道 他愚痴 他听不懂的 但是别人念佛 他听着听着听着 他就往生了 那他怎么往生呢 他就听着 他也没有别的想法 也没有想跟阿弥陀佛对抗 同时他也没有想 顺着阿弥陀佛的佛愿 因为这个音声里面 他就有这个功能 就是阿弥陀佛名号里面 他就有这个功能 那念佛不能往生的人 就是反抗这个功能 他念阿弥陀佛的求开悟 他不去极乐世界 我念佛是为了我心静一静 然后误得什么道理 证入什么境界 所以中风传师讲 只如不设正修 亲蒙受计一句 如何举扬 我们念这个符号 不要涉及你个人的修正 我们称念这个名号 就是接受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救度 前面几堂课跟大家讲过一个歌词 佛最后说那个话 这是一个同修写的 我也不认识是哪个同修写的歌词 我觉得很好 站在佛的角度讲 我要救你 求你用拿摩阿弥陀佛回应我 你看这就是阿弥陀佛的心声 所以我们称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就是为往生而念的 就得胜 不需要你的功夫 要念到什么程度才能往生 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假如一个母亲 带着个小朋友 她的孩子 孩子不小心掉河里了 孩子就喊妈妈救我 这个时候妈妈会回头来 会问这个孩子吗 你喊妈妈的时候心清静吗 真诚吗 这孩子没得回答就没了 妈妈不用问了 一听到孩子呼救的声音 回头就伸手就给他拉上来 那在无量寿经上 佛告诉我们 无哀如等 甚至于父母念着 佛对我们的悲悲 超过父母对我们的爱 太多了 所以阿弥陀佛救我们 不是要求我们 你要念我的名字 但是要注意 一定要念得清静 要念得真诚 要念到什么什么程度 要不然我就看着你 我就不接你 那阿弥陀佛就跟我们开玩笑了 那的话就不是一般的众生 能够做得到的 那就不能普度众生 那天青菩萨这个 回向门就不能讲 普共诸众生 往生安乐国 前面我跟同学们报告 我们学净土法门 每一堂课都是圆满的 有的同学第一堂课来了 以后就再也没来了 有的同学每堂课都来 有的同学从第一堂课 到上一堂课都没来 最后一堂课来了 都是圆满 念佛呀 生生佛号都是圆满功德 我们阿弥陀佛是不分别 同地随火风虚空无分别 一会儿我们唱的时候 大家要唱好好唱 唱完了之后 你跟这个往生论结缘了 以后你回家听 学 然后你再回来口来看 这个天青菩萨写这个 每一首寄送的加持力 是不可思议 今天我也带来结缘品 我的结缘品上就是 传播阿弥陀佛的爱 阿弥陀佛的爱是什么呢 就是这二十四首寄送 表达阿弥陀佛对我们的爱 我在我小的时候 听我们中国的国歌 我听得很好听 小时候我也爱唱国歌 来到新加坡 我听新加坡的国歌 嗯 也很好听 前面好像还有一段话 我是听不懂 但是听起来 哇 大家都说一段话 然后再唱 嗯 很庄严 我们讲完了 大家唱极乐世界的国歌 往生论就是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心声 阿弥陀佛的爱 我们唱出来 就把极乐世界的音声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心 极乐世界菩萨的德行 就三观察门的三种功德 国土功德 佛功德 菩萨功德 然后佛对我们的回向 这个回向门是阿弥陀佛 回向给我们 你看 从前面经典上记载 都是佛给我们回向 做法会 同学们都喜欢写牌位 其实当你一发心的时候 你就写牌位了 你的牌位不在某某道场 你的牌位在极乐世界 你一发心 我要去极乐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就有你的牌位 但是不是我们这种牌位 它是一朵莲花 上面有你的名字 阿弥陀佛一看 这个人找我来操度了 这个人找我来救度了 好 你等着 不是你等着 是佛在等着 所以佛说 好 我等着 等着你 瘦破世界 寿命一到 我就接你 所以不是 不是我们等着 是佛等着 我们一发心 我要去极乐世界 注意同学 你的牌位就传到极乐世界 然后阎罗王那个本子上 就没你名字了 你的名字转到 极乐世界七宝石 那个莲花上 那就是你的牌位 我们瘦破世界 叫牌位 然后阿弥陀佛又看到了 哦 这位要来 好 我等 等你 说佛报尽 阿弥陀佛拿着这个牌位 来接你 你看我们做完佛事 送牌位 阿弥陀佛拿牌位来接你 来 你的莲花上 有你的名字 那阿弥陀佛这个牌位是 无条件 只问你要不要来 只有一个条件 你要不要来 要来者皆得往生 所以同学们 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看清楚了 所以这个 假使淡贪彼土安乐 而怨生者 假如没有前面的 这个毁谤的 毁谤正法的 这个 知见 认知 还是能够往生 这个地方讲的是 毁谤正法的地方 后面会解释 什么叫毁谤正法 大家往下看 这个问答 一步一步深入 四 问曰 何等向是 毁谤正法 毁谤正法 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我们要清楚 然后反省自己 答曰 若言无佛 无佛法 无菩萨 如是等见 若心智解 若从他受 其心决定 皆明 毁谤正法 同学们 有没有认为 没有佛的 我们同学 肯定没有 假如有个人 他认为 没有佛 也没有佛法 没有菩萨 也没有菩萨法 这就叫 毁谤正法 如是等见 若心智解 或者你自己 就能不能 这样一个 智见 出来了 若从他受 别人来跟你说 你就信授了 你这一信授 信授这个 邪知邪见 那你就中毒了 然后 七心决定 决定什么呢 决定是没有佛的 决定是没有菩萨的 你看我们世间 有这样的人呢 他说哪有佛呀 哪有菩萨呀 我还遇到一些 同修念佛 念得很有意思 南无阿弥陀佛 念累了 哪有阿弥陀佛 他念到累了 把心里话都念出来了 白天有体力的时候 念呢 他精神他能控制 心里话他不敢往外讲 念了好几年 心里说哪有 我念了半天也没看到 最后就哪有阿弥陀佛 要念到哪有阿弥陀佛 这就麻烦了 所以佛是决定有 那这个是诽谤证法的像 大家再往下看 五 问曰 如是等纪 但是几事 于众生有何苦恼 欲于忤逆众罪 同学们 你看看祖师的知见呢 跟我们就不一样 诽谤证法 是他自己的事 他自己 认为没有佛 没有菩萨 没有佛法 没有菩萨法 那跟众生 有何苦恼呢 他怎么比那个 五逆罪的还重呢 这个时候说 我们想不开 我们看贪婪大师的回答 答曰 若无诸佛菩萨 说世间出世间善道 教化众生者 岂知有人义理智信也 如是世间一切善法皆断 出世间一切善生皆灭 如但知五逆罪为重 而不知五逆罪从无正法生 事故邦正法人 其罪最重 我把这个文读完 大家能明白了吗 为什么五逆罪那么重啊 为什么诽谤正法的 比五逆罪要重呢 因为五逆罪从哪里来呢 从没有正法而来 众生遇不到正法 所以才会有造作 五逆重罪的因缘 所以诽谤正法的这个罪 非常重 这一点同学们要注意 那么作为同修听经呢 要会听 诽谤正法的罪这么重 那你会不会修大福报 这个重罪翻过来 就是大福 我不敢说大功德 大福报 诽谤正法反过来是什么 弘扬正法 所以同修们 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是正法里面的正法 为什么呢 因为正法里面 它还分根基 上中下根基 有的能做到 有的做不到 但是阿弥陀佛这个正法 是所有众生 只要想要都能得到 所以弘扬阿弥陀佛这个法 那这个福报不可思量 弥陀经常讲 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 那不是一般的多 那怎么弘扬呢 有能力的就发心奖金 有能力的就发心护发 有缘分的就发心弘扬 你说师父啊 我也不会讲 不会说话 我也老了 我也不会护持 怎么办 张嘴就可以了 拿摩阿弥陀佛 这就是弘扬 我们在一块学习 同学们踊跃参加 这就是捧佛的场 不是捧我的场 捧佛的场 现在捧人场的多 捧佛场的少啊 所以现代人为什么没有福报呢 大福报的事情 没人认识 没人干 所以有的时候我一看 某某歌星一演唱会 我就嫉妒 更让我嫉妒的是 这些歌迷那个疯狂 我就没看到一个念佛 这么疯狂的 那旁边的保安拉都拉不住 就是要 我一看 我们主师讲 求生净土 万牛莫万 就一万头牛都拉不回动 我看到有的歌迷 迷歌星迷的 歌星一出来往台上冲 四五个保安 摁不住 那有这个纪念佛 你看看能一样吗 那个还 这个 还 还要投资不少 你看阿弥陀佛这个法门 阿弥陀佛无条件 结果这边就是没有人 一往而无人 这是佛在无量寿经上讲 很容易去 没人去 奇怪不奇怪 很容易解脱 很容易成佛 没人信 那作为同修能信 这就叫佛力加持 你今天晚上为什么会来 因为阿弥陀佛加持你 你才会来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谭乱大师跟我们讲 诽谤正法这个罪 为什么比忤逆罪重 武力罪从诽谤正法 这个罪生出来 要破坏正法 这个果报不可思议 所以作为同修要注意 我们一切善法 都不要去破坏 能做帮忙就帮忙 不能帮忙 我们也别设置障碍 尤其是对净土法门 净土法门的功德最圆满 但是你要是破坏它 你的罪业也挺圆满 那个罪业很重 所以我们一翻过来 我刚才跟大家讲 从这个诽谤正法 一翻过来 那就是不可思议 所以同修们 人生的命光有限 现在世间人讲投资 他自己有一笔钱 要会投资呢 他就可以钱滚钱 发大财 所以有的人就炒股票 有的人就炒房地产 有的人就炒 我在中国遇到 有炒红酒的 炒普洱的 普洱茶的 炒房子的 我也炒 我炒网生论 我炒官无量寿佛经 我们把精力 用在你要是选择投资 投资不光是钱财 我们的命光 我们的精神 都是一种投资 人生短短几十年 你把你的命 投资在什么地方 这个叫做 世尊我一心 归命尽时方 无碍光如来 愿生安乐过 你看看 祝佛教你投资 往哪投 我们今天有缘分了 我把这个答案告诉大家 你就要注意了 你的命光 要往哪个地方投资 你的时间精力 你人生头等大事 是什么 你清楚了 那你这个 我们说 你的人生的风水非常好 为什么呢 主赤 主赤分明 你看有人活得很乱 你来人间干什么来了 吃啊 吃饭呢 为了吃穿呢 吃穿 吃饱了 穿暖了 干什么 吃饱了 穿暖了 完呢 然后他就 他人生 你看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一样 人生价值观不一样 人生主题不一样 你的主题不一样 命运就不一样 追求不一样 命运就不一样 我们缘分非常好 遇到佛法 遇到主食大德 善知识 引导我们 我们把我们人生的主题定对了 主要的是什么 什么是次要 次要的 有也行 无也可 多也好 少也行 为什么呢 主要的拿到 其他的呢 那是随缘 日子过得好一点就好一点 差一点就差一点 冷一点就冷一点 饿一点就饿一点 为什么呢 那不关紧要 把紧要的事情 先抓到 所以佛在无量寿经上讲 世人共争不及之物 世间人都争那个不着急的 着急的没人 亦亡而无人 念佛呀 往生净土啊 很容易成佛呀 很容易得到圆满的功德智慧呀 人少 没有必要的 哪个叶造的重的 大家争 你造的重 我比你造的 还要重 看谁重 那你比这个 这就是反方向 我以前也这么愚痴 我小的时候跟同学比什么 比吃天鸡腿 你吃两 我吃四个 你吃四个 我吃八个 看谁吃的多 后来才发现 看谁造的叶痕 看谁堕落得深 我也造过杀生业 跟同学比 杀蚂蚁 他用什么方法 他用一种方法 我说你的方法太笨 我得来 他一个一个用嚼碾 那太慢 我快 我把这个蚂蚁洞挖开 两个手往里面一伸 蚂蚁爬了我两个手 往我一搓搓手 再往里伸 还有一个比我叶更重的 他回去烧开水去了 那都是往地狱里钻 小时候觉得很好玩 同学们要是读读地藏经 你看看我们平时生活 感觉很正常的事情 都是下地狱的事情 但是在外面不敢讲 你讲了 他让你先下地狱 所以有些话都不能讲 只能对着佛经 有善根的人才能讲 没有善根的人 你跟他讲 他马上毁谤正法 所以这个世界危险 处处是堕落的陷阱 我们发心求生净土了 我们后面就安了一个安全带 阿弥陀佛给你安一个安全带 跑不了了你 我们这一生的主题一定 阿弥陀佛就社区我们 到我们临终的时候 一定现前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 同学们再看 第六个问答 问曰 夜道经言 夜道如蹭 众者先迁 如观无量受复经言 有人照五逆十恶 拒诸不善 应夺恶道 经历多劫 受无量苦 临命中时 与善之时 交称 拿摩阿弥陀佛 如是自信 另生不绝 拒诸实念 便得往生 安乐净土 极如大乘正定之据 毕竟不退 与三途助苦 永隔 先迁之意 与理如何 有旷解以来 被造助行 有漏之法 细数三界 但与实念 念阿弥陀佛 便出三界 细业之意 富裕云和 同学们 你看看 谭乱大师这个问题 问得多好 按夜道经 佛在夜道经上讲 夜道如蹭 众者先迁 然后呢 他就感觉 跟观无量受复经 矛盾了 这个人一生当中 都造作 五逆十恶的种种罪业 他造了这么长时间 结果临终 叫他念十生 一生念阿弥陀佛 他往生了 那不是 跟夜道经 讲的不一样吗 夜道经 讲的造的夜多 应该他先被签下去 怎么还实称佛号 所以他的观念就是 佛号轻 罪业重 同学们 你看看我们这个 不要说 没念佛的同学 就念佛的同学里面 你问问他 能往生吗 师父啊 不行啊 造业太多呀 业障太重啊 那不说造业的事情 那也不行啊 冤亲债主太多呀 你看他这个 我有一次听台湾的 道政法师 道政法师已经往生了 道政法师讲一个 弥陀经要解问答 道政法师讲的课 讲了很多 我听过 道政法师讲了一句 我印象很深 说这些话的人 都是什么呢 掌业障之威风 灭佛主之锐气 业障重 业障厉害 佛不行 佛哪有业障厉害 然后冤亲债主 嗯 冤亲债主厉害 佛哪有冤亲债主厉害 这个都不是信佛的 前面讲 前面讲信佛因缘吗 我在马来西亚 讲经的时候 我就跟大家表演 遇到个同学说 哎呀 万一临终的时候 我说冤亲债主都来了 师父 我怎么办呢 我说我叫你 我告诉你怎么办 怎么办呢 我说你看了啊 我给你表演 假如我临终的时候 我的冤亲债主都来了 我说欢迎欢迎 还有没 还有没来的没 都来啊 来了之后 该拉我左胳膊的拉我左胳膊 该拉我右手的拉我右手 该拉我左腿的拉我左腿 该拉我右腿的拉我右腿 拉住了啊 一定要拉紧 千万别松手 然后阿弥陀佛一来 一千我全去了 同生极乐国 这一段问答呀 就是谈论大师 破除我们这个着相 哎呀 造业造一辈子 应该业比佛重啊 所以前面讲佛讲到 同地水火风 虚空无分别 那个地就是能窄妇 你多重 你能把大地压成了 再重的人 他的大地也是窄妇你 再轻的人 大地也平等窄妇你 阿弥陀佛一样如大地 如水 如火如风如虚空 就把我们所有的烦恼 分别执着 怀疑通通都破除掉 大家先看看 谈论大师答案 答曰 你看看 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这么认为的 因为罪所迁 先 先堕地狱 因为他认为罪重啊 那所以罪应该先牵他堕地狱啊 戏在三叶者 先堕地狱 然后戏附在 堕落在三界当中 今当以义较量轻重之一 下面谈乱大师给我们解释 用道理来给我们解释 哪个重 在心 在缘 在决定 不在十节 久尽 多少也 大家注意这个话 这段话同学们 千万注意 什么东西最重啊 在心 在缘 在决定 不在十节 久尽 多少也 你看这个五逆 就说这个五逆十恶的人 临终网上这个人 他造业的时间长 念佛的时间少 所以我们有很多同修是这么帅 师父啊 我很难往生嘛 我说为什么呢 他一天二十四小时 我只念一个小时佛 二十三个小时造业 所以 很难往生 这个地方呢 谈乱大师告诉你 不在十节久尽 我说完这个话 可能同修乐了 啊 原来如此啊 那我一天就念一秒钟 阿弥陀佛 然后我其他时间都造业就好了 这个偷疾奇巧的 就是这么想 这是我们按道理先分析 这是破除我们对罪业的误解 所以我们对佛有误会 对罪业也有误会 那什么叫在心在缘在决定 大家往下看 谈乱大师细细给我们讲 今天晚上我们是开眼界了 谈乱大师加持我们 云和在心 比造罪人 自依止虚妄颠倒剑生 大家看好 这个造罪的人 造罪是依止什么呢 他依止虚妄颠倒剑生 我们人做坏事 都是依虚妄的分别执着 虚妄的颠倒之鉴 才造业 只要同学们从前面学到后面 你就明白了 什么叫虚妄颠倒 有个我 这个我就是虚妄 哪有我 把这四大一拆开 哪个是我 心是我 那个心的一段一段的都不一样 天天变 哪个是我 所以这个罪业是依止虚妄颠倒剑生 再往下看 此十念者依善之实 方便安慰 闻十项法声 同学们明白了吗 这十念佛号依什么声 依善之实的方便安慰 闻十项法声 一时一须 启德相比 虚妄的再多再大 这个实在的虽然小 但是它真的 我们造业造的很多 但是它是虚妄的 古人举了很多比喻 你比如说一个房间 一千年都没有开灯 有闪动 没有窗户 千年暗示 时间长不长 好 现在我们点一盏灯进去 请问这个房间亮需要多久 一下就亮 那我们就说不应该吧 它都一千年没亮了 你点灯就一下亮了 它怎么也慢慢亮啊 亮个十年才亮啊 这个灯就代表石 黑暗代表虚 我听国内一些法师举比喻也很好 水面上反映出了山河大地 像镜子一样 但是我们拿个小石头往里一扔 里面的山河大地全部粉碎 为什么呢 石头小啊 怎么能把里面的大山砸碎啊 因为那个大山是虚的 石头是真的 以后同学们到 海边不行 海边太乱了 这个水的根本不平 你找个蓄水池啊 你看看 它平静的时候 或者你家里有游泳池也行 平静的时候 倒影了 哎呀 你家楼 对面的主屋 那个楼很高 我拿个石头 就把那个楼砸爬 砸碎 信不信 它在湖面 水面硬的 都是虚妄的 再大 它是虚妄的 我这一个小小石头 甚至一粒杀 我就给它敲碎 佛号虽然小小 六个字 四个字 那你的所有的罪 遇到它全部化解 所以念一声佛名 能灭八十亿节 生死重罪 那八十亿节时间 多长 这么长的生死重罪 一句佛号就灭掉了 为什么 现在大家明白了 一石 一虚 怪不得我师父 跟我叫盖石 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石的 这句佛号是石的 同学们再往下看 一石一虚 其德相比 譬如千岁暗示 光若暂至 即便明朗 按启德言 在十千岁而不去 世民在心 在心大家明白了吧 我们造的所有业 你都是依颠倒心造的 没有人依如来心造业 依如来心的功德 凡夫所造的业 都是依颠倒剑 所以都是虚妄 大家别听错了 都是虚妄 那我回去再造点 反正也是虚妄 造完了再 阿弥陀佛 这个不能这么讲 所以我就怕有些人 我们听了之后 都是这么做 但是也确实有这样的人 那怎么办呢 念佛吧 因为这也是我们凡夫的 一个颠倒剑的相续 所以我们要念佛 多念佛 大家再看第二 在圆 云和在圆 比造罪人 自依子妄想心 以烦恼虚妄 果报众生 圣 我们造的业 你比如说我害某人 那个人也是虚妄的 那个人 这个圆就是讲果报了 心的讲因了 依止妄想心 依烦恼虚妄 果报众生生 我们的心是妄想心 但是我要害某人 那个人呢 也是虚妄的果报 他造业有个果报 我造业有个果报 人和人见面 就是果报跟果冒见面 所以同学们 我们大家在一块相聚 就果报跟果报相聚 大家左右看看 你跟我长得不一样 我跟他长得不一样 为什么果报不一样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 起是非起烦恼 全是虚妄 一虚妄心 一虚妄果 这都是虚妄的缘分 那同学们再往下看 此实念者 这实生佛 实念念佛呢 依止无上信心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是无上信心 依止阿弥陀如来 方便庄严 真实清净 无量功德 这个名号 你看谈论大致 对这个名号的赞叹 譬如有人 被独见所中 竭金破骨 闻灭除药骨 即见出独除 这个是后面有小字 大家看 这楞严经里面 经言 譬如有药 明月灭除 若斗钻时 用以徒骨 闻骨生者 见除独除 菩萨摩赫萨 亦服如是 诸守愣言三昧 闻其名者 三毒之间 自然拔除 那这个地方呢 是形容符号 符号像药一样 我们呢 每个人呢 天天都中毒 什么毒啊 三毒 我以前在道场里面 我们道场有一个 大殿旁边有一个表格 就是每一个法师来上殿呢 做早课的画钩 你没来呢 就要提前请假 最后我们就知道 哪个人 这一个星 一个月 缺了几堂课 为什么缺课 那我有一个同餐道友 就很有意思 他今天困了 累了 所以他说 我不去上课了 然后就说 盖世法师啊 你帮我画一个病假 我就比较实在啊 我说你没有病啊 你这不挺好的吗 他说贪嗔痴不算病啊 我说 好好好 我听你画 画个病假 以后 师父来了 这怎么 这怎么没上课呀 什么病啊 我说贪嗔痴病 他说贪睡现前了 可能就不上课了 我说这个 我印象记得很深 就我们要想不上课呀 找个借口就不上课了 那我们众生的 这个贪嗔痴三毒啊 天天在中毒 念佛呢 这佛号就能把我们 毒拔出来 就像那个秃毒骨 骨上涂上这个药 士兵冲锋陷阵了 中剑了 听到这个鼓声 那个剑就出来了 那个毒一块就拔出来 这种鼓我们还没见过 佛经上有这么讲 但是我们知道 这个比喻的意思就好 大家往下看 岂可得炎 比剑身独立 文骨阴生 不能拔剑去毒 是名在圆 所以诸位同修啊 我们这个世间呢 可能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病 为什么有的人 能治好呢 圆 可能就遇到一个 高明的医生 就给你治 可能我们得一种病啊 吃了很多高贵的药 都治不好 遇到一个高人 在路边拔个草 来吃了 嗯 好了 这叫圆呢 你真正有圆呢 很多事情都好办 没有圆呢 很简单的事情 都很难办 啊 所以这个圆很重要 佛法最重是这个圆 因为有因有果 有因要是没有果 或者把那个果报变一变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因果中间有个圆 啊 作为同修 我们凡夫造了很多叶 本来应该堕地狱 最后你成佛去了 这果报就变了 为什么呢 中间有圆 你遇到阿弥陀佛这个圆了 本来应该堕地狱 一下子跑得成佛去 啊 所以这个圆很重要 啊 我们这一生当中 要重视什么样的缘分 啊 我现在学了 观经师帖书 学了往生论 我感觉 哎呦 这两部著作的圆太好了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讲到 更清楚 更直白 啊 极恶的众生 能往生 他有明确的经文 有明确的注解 我在无量寿经里面 能看到这个意思 但看不到这个明确的经文 啊 我以前 刚出家的时候 去学戒 学完戒之后 我就快精神分裂了 为什么呢 这一条犯了下地狱 多长时间 这一条下地狱 多长时间 所以我那个时候 天天不是极乐 极乐 极乐 天天是地狱 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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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压力太大 那个不是说犯很明显的错误 你起心动念 是到地狱 如逃离天 如斗帅天 那个寿命 我说这个我起的也太多 我算不过来了 拿算盘也算不过来了 这刚学一两条界 后面还有二百五十条界 学完了人就差不多了 压力太大 后来才知道 哎哟 真正做一个如法的比丘 生宝 太不可思议 那真是世界国宝啊 到哪都是宝贝啊 那不是凡人呢 后来我们一块学记的几个法师 都要把衣服差不多了 衣服该脱下来了 不应该是我们穿这个衣服 你一学就知道我们不够格 还有的法师就 比我的精神分裂还严重 就着魔了 这个时候遇到 我们遇到给我们讲戒律的律师 来给我们安息 那律师说 我们学戒是学两个字 我们就瞪大眼睛看 学哪两个字 惭愧 然后就告诉我们 知道惭愧 好好念佛 求生净土 人知道惭愧 就不容易再做坏事 凡是勇猛做坏事的 都是不知惭 不知愧 但我说这个话 我都惭愧 真不容易 人有惭愧 也是难行道啊 作为同修 现在人呢 你不要让他修什么 五届 修那么多高 惭愧两个字都不容易啊 我都很难惭愧啊 有的时候自己就 就懵圈了 就糊涂了 就愚痴了 所以要常常念佛呀 没有佛力加持 我们一点办法没有 你拿业力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只能任他摆布 现在念佛了就不怕 我们有主宰 正觉阿弥陀 法王 善助持 阿弥陀佛到我心里面来助持我 助持我的身心 助持我的生命 阿弥陀佛要助持 你要不要 你那个心里面有个誓愿 请一个助持 请谁 请某某法师 那你就傻了 某某法师厉害 还是阿弥陀佛厉害 我读了《无量寿经》 读了《净土三经》 我就阿弥陀佛是我的助持 我的心里面这个庙 阿弥陀佛来助持 然后寿命一到 这个庙一破坏 把里面的和尚带走 带到极乐世界去 我们每一个人呢 心灵都有一个主宰 我们自己做主宰 我们做不了 我们请佛助事 助在我们心里 所以天天念 南无阿弥陀佛 佛就助持我们的身心 南无就是把我们的命 交给阿弥陀佛 归命阿弥陀佛 所以我们在念南无的时候 这个心境不一样 了解这个法门之后 我们念的时候 那个心呢 受用不一样 安心 在决定 大家马下看 第五十三页 第一行 云和在决定 比造罪人 依止 有后心 有奸心生 你看这个都是 坦乱大师 跟我们做对比 有后心是什么呢 有奸心是什么呢 我们再看底下 此时念者依止 无后心 无奸心生 实名决定 作为同修 哪一个人做坏事 就一直做下去 不间断地做 同修们 我们做坏事 也是一件一件做 所以中间有间隔 而且呢 我们不会说发愿 一直做到底 有没有人发愿 我做小偷 我做 我做 我一直做到老 没有这样的 他只是最近缺钱了 可能说压力太大了 他走上偏路去偷东西了 他不会老偷 可能也有人老偷 但是他也不会想到 就中间他没有后 他有后心 我们念佛呢 我们就发心 无后 什么叫无后呢 一直念到底 这一生我尽行受念佛了 求生极度世界 我决定了 无间心是什么呢 不会说今天念阿弥陀佛 明天听说念钥匙佛 也很好啊 那就念钥匙佛吧 后天又跟你讲 地藏也不错呀 骂得消业障啊 完了你就地藏菩萨 那就夹杂了 就有间了 我们假如这一生定了 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了 这个叫 指无后心 无间心生 我们就医指 无后心 无间心生 这个就决定了 所以同学们 你看我们做坏事啊 我们反省反省 我们做坏事都不是这样 做了一件 缓一缓 又做另外一件 又做了那一件 所以我们做坏事做的不专 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偷吃 馋嘴 那你也不能一醒了就吃 一休息就吃 它也要一个过程啊 但是我们念佛 求成净土 这是我们贯穿生命的主题 做坏事 它也需要缘啊 它设计啊 什么 最后 它总是有一个 有后 间断 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就好 较量善意 实念者重 重者先迁 能处三有 两经一亿儿 这最后总结这个答案 两不经的意思是一样的 现在同学们 听过这个问答 你的眼光是不是有点变了 在所有万法里面 哪个是虚妄的 哪个是真实的 怎么去辨别 从心 从缘 从决定 然后我们就有信心了 念佛不在时间多长 后面还会讲 不在念多少 这个都是为我们增长信心 不是让大家生懈怠心 不在念多长啊 一天念一秒 不在念多少啊 我也不用计数了 一天念一声 我遇到一个更忙的 我就告诉他 他时候一天念一声 有时候也做不到啊 我生气气的 我说那你一个星期念一声 他说一个星期念一声 怎么念 我说星期一念哪 星期二念魔 星期三 星期三念阿 星期四念谜 星期五念陀 星期六念佛 他说星期天呢 我星期天休息 我又告诉他 别念错啊 你别星期二念哪 那念错了 星期二就是魔 同学们你要这么念 你看看他一生 他一个星期是不是都是佛号 哎呀 今天难拿啊 今天魔啊 但是不可能这么念嘛 我是说这个意思 听经一定要一意不一语 有的人就爱自己消化 消化什么呢 自己怎么舒服 怎么消化 啊 原来不在时节长短啊 念少点 要念短一点 不在投出多少啊 嗯 念少一点 人都有这个懈怠心 但是有缘呢 多听经 勤念佛者 有福之人也 什么人有福啊 你看他勤劳的念佛 这个人就有福 我现在看 学了这个 网生论 观经书 现在的眼光 跟以前不一样 啊 看到佛号 那太珍惜了 所以我流通法宝 很多时候都有佛号 没有佛号 我也呼上个莲花 啊 那这回是 没有佛号 也没有莲花 在上面有一个字 啊 爱字 这个爱是传播 阿弥陀佛的爱 别搞错了 我们世间的爱 都是依止虚妄心 依止妄想 啊 但是里面还有一个罪子 这个水滴的 不说了 一会儿给你们再看吧 下面同学们看 我给你的都是实在东西啊 一时一虚啊 我供养大家都是实在的 虽然 虽然 看着不太值钱 看着很小 但是它是真实的 啊 它能让你超越三界的 比三界所有东西都重的 啊 现在我有这个经典做一句 我说话就比较有底气了 啊 我给你的东西供养大家的东西 那是真实的 大家看第七个 七问曰 几时名为一念呢 啊 这就叫时间了 答曰 百一生灭 名一刹那 六十刹那 名为一念 此中云念者 不取此时节也 但言意念阿弥陀佛 若总相若别相 随所观源 心无他想 十念相续 名为十念 诞称名号 亦复是 这个就破除 十节的九远 念佛要念多长时间 才能往生啊 念三十年 哇 那同学们就一半退场了 七十岁以上的 三十年 那我没希望了 走了 所以不在十节九远 所以有些老菩萨一听了 哎呀 拍大腿 师父啊 早说呀 来不及了 我年纪大了 看了这个问答 来不来得及啊 哇 来得及 我一说来得及啊 有个年轻人拍大腿 哎呀 师父啊 遇到你太早了 晚点遇到好了 为什么呀 我这么年轻 就要念佛吃素了 他说我吃肉还没吃够 造业还没造够 你现在让我念阿弥陀佛 不好意思造业了 多难过 心里又想造 但又不好意思造 自我矛盾 所以晚一点点 也能往生 晚一点遇到你好了 那他没听明白 早遇到 早安心 作为同修 你上班 你希望老板 早点给你发工资 还是晚点发工资 早拿到 早安心吗 有没有这样的 老板发工资 老板先别发 五年后再发 那你花什么呢 早遇到 不早 晚遇到 不晚 这才是阿弥陀佛的圆满 他不在十节九进 所以这个 第七个问答就是 实念相续 名为实念 诞成名号 一夫如是 前面讲 不取此十节也 所以念佛呢 但言意念阿弥陀佛 总相别相 看你的缘分 你不会观呢 就念佛号就好了 第八个 大家再看 问曰 心若他缘 射之令环 可知念之多少 但知多少 父非无间 若宁心助想 父一和二 可得记念多少 有人就会问了 哎呀 那我的念佛 怎么叫实念呢 我要查数的话 心就不专注了 就有奸诈了 阿弥陀佛一 阿弥陀佛二 阿弥陀佛三 阿弥陀佛中间 还夹个一二三 那我要不夹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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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念多少 我又不知道了 大家看 贪团大师的回答 答约 今言实念者 明夜市成半儿 不必须知 头数也 这一下就把我们答案说清楚了 这个实念呢 是告诉你夜市成半 就是往生这个事情 完事了 圆满了 为什么呢 因为每句佛号 都是阿弥陀佛 圆满功德 所以阿弥陀佛说 我要救你 请用南无阿弥陀佛 回应我 南无阿弥陀佛 表达我们的心愿 圆满了 但是你这个 还活着 再表达 但最后要没断气了 你说我表达十次 不行了 我就这样一次了 完了 那能不能往生呢 能往生 代表夜市成半 这个实念是代表 往生这个事情 在佛号当中就圆满了 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学习 一堂课也是圆满 两堂课也是圆满 大家听了 那好啊 我听完一堂课就不用来了 圆满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弘扬正法和诽谤正法 你要不要弘扬正法 你自己得利益了 你要不要发心 让更多的人得利益 所以圆满之后啊 再回向 叫还向回向 所以回向门 有往向还向 还向回向 这个以后会有详细解释 大家再往下看 如言会故不识春秋 依从起之诸阳之结乎 这个就是简单说一下 蜘蛟啊 这个昆虫啊 春天它出生 但是呢 夏天就死了 它还没看到秋天 所以它不知春秋 一从起之 朱阳 朱阳就是夏季 这个从者也是 他因为他是从者嘛 他生在夏天 他也不知道怎么春夏秋冬 后面讲 知者言之耳 那我们知道啊 我们人知道啊 那个从者不知道 我们知道 十念叶成者是 一通神者言之耳 大家往下看 但吉念相续 不远他事便罢 父何侠须知念之投数也 若必须知亦有方便 必须口受不得提之笔点 谭伦大师说了 我们念佛不必记书 但是你要想知道记书的方法呢 你来 我亲自告诉你 不但我写在这个书上 那我们怎么去啊 所以我们明白就好 我们念佛呀 这两段告诉我们 不计时节 不计多少 都能往生 那同学们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什么样的众生 都能得度 忙的 就是我还是那句话 忙的忙着念 闲闲着念 累累着念 不累不累着念 高兴高兴着念 就这样念 就这样念佛往生 所以这八方问答呀 就是回向那个普共助众生啊 所以同学们 你把这八方问答 好好玩味玩味 你就知道我们都能往生 所以今天是一个好日子 我们通通都能往生 一会儿我们就唱往生歌 最后唱到一开始第一句 第一首剧送 愿生安乐国 最后一首剧送 往生安乐国 那这次法会第一阶段 我们卷上的学习呢 到这个地方圆满了 谢谢我们言庆室的主席 护法义工 谢谢这个慈悲结缘团的同修 谢谢金福居士的护持 金福居士很孝顺 为他母亲来护持道场 也感谢诸位同修的参与 道场加持 我们共同发愿 普共助众生 往生安乐国 谢谢大家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圣佛山皆道 旧即入虚空 光大无边际 光大无边际 真道大慈悲 俗世善根上 尽光明满足 如今日月轮 如今日月轮 悲如尊宝夕 举足妙庄严 无垢光颜尺 平静耀世间 平静耀世间 无垢光颜尺 宝夕空的草 柔蜊佛有选 主者神神乐 国家赞领陀 国家赞领陀 华华千万中 明目似六全 微风风花叶 交错狂乱船 交错狂乱船 风烟竹楼歌 万事恍不安 榨树一黄色 宝兰天围绕 宝兰天围绕 无量宝角落 若望边虚空 宗宗灵发香 全土描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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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会明尽日 主世世安宁 主世世安宁 凡生不生缘 为了闻世华 圣天阿弥陀 法王山主持 法王山主持 如来进化中 真烟花化身 宝兰天阿弥陀佛法为 禅三美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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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臣山屁 方无极显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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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生所愿要 一切的满足 一切的满足 祝我愿生地 安逸活活活 无量大豪王 为了金花台 为了金花台 小广已寻 四乡草君臣 如来为鸟神 凡乡温是房 凡乡温是房 风已水过风 虚若无分别 天人不动众 静静止海神 如许你山望 神妙无国者 天人尝尝尝尝尝 天人尝尝尝尝尝 仁灵 苏曼主 共可大宝海 共可大宝海 阿乐佛清静 参专无垢轮 我佛菩萨日 如许你主持 我佛菩萨日 如许你主持 我佛庄颜光 一年即时 我佛菩萨日 如许你主持 我佛菩萨日 如许你主持 我佛菩萨日 如许你主持 和恩是解物 我把功德榜 我借殿荒生 是佛法如佛 我借殿草寂 愿见弥陀佛 武功诸宗生 往生安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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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员 感谢观看